中国中部河南省发生五千年一遇的强降与天气 当地多条河流和水库水位暴涨引发洪涝 至少25人死亡 20万人紧急撤离避难 受灾最严重的郑州洪水倒灌涌入地铁车厢 水位一度淹到成人的胸膛 群警人员争分夺秒助出受困乘客 目前郑州已经拉响防洪一级级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下令全力救灾 防止阴灾返贫以及灾难之后爆发瘟疫 中国河南上个星期六开始持续降暴雨 三天就下了一年的雨量 降雨量堪称是五千年来最高 多处泛滥成灾导致马路变河道 省内多座城市浸泡在水中 汽车被磨顶就连大巴士也受困水中动弹不得 画面可以看到救援人员拉起安全绳索 让受困的32名乘客一个一个抓紧绳索 涉水离开巴士走到安全的地方 洪水倒灌犹如洪水猛兽一样冲进了郑州地铁车厢 水位还一度到达成人的胸口 为了避免被水冲走 受困乘客被迫丢下背包 甚至脱掉上衣保命 空间太大了 就直接给出走了 当时我们剩下的几个人 我跟其中有一个孩儿 我们俩因为没劲了 当时都差点想放弃了 但是就一直胳膊 拐着旁边那根管 水位不断上涨 车厢又封闭 里头的空气越来越少 一些乘客因为呼吸困难昏倒 目前郑州地铁全线停运 地铁公司启动紧急回应机制 疏散500多名乘客 这波罕见特大洪涝 也让郑州市第一次进入 特大自然灾难一级戒备状态 解放军 武警 消防部队 总共动员2万人投入救灾行列 至截稿为止 洪灾已经在河南造成16人遇难 死亡人数恐怕还会进步攀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 洪灾情况非常严峻 下令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也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 应该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做好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 防止大灾之后爆发大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